大家好,我是芬姐 今天给大家圈个好物 咱们今天来学习这款 扎马尾丸子头 漏马尾的一款空顶的棒球帽 非常漂亮,非常的洋气 咱们现在开始学习 咱们这款帽子 我用的是这种金丝和骨线 金丝和骨线 然后勾针是这种双头勾针4.0的这一头 然后咱们也就是双头勾针粗的这一头 咱们现在开始先勾这个小花 先勾这个小花 这是一个六瓣的一个小花 咱们先勾这个小花 咱们先手指绕两圈线 反着绕 好,绕两圈线 然后手指挂线 捏住这个交叉点 这一段可以把这金线先放一边 好,先勾一个起立针 接着啊,我们这一个起立针算一针 我们一共勾三针 勾三个辫子针 第二针 第三针 好,三个辫子针勾好以后 勾针绕线 在这个大洞里入针 我们勾过了一针 我们来勾长针 先勾过头两针 再勾过后两针 这就是一个辫子针加一个长针 接下来我们继续立三个辫子啊 一,二,三 这三个辫子立好以后啊 我们勾针从这个 从这个三个辫子下方这两个针圈 入针 勾过一针 勾引拔 这就是一个狗牙针啊 这就是一个狗牙针 这个狗牙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再勾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三个辫子针 我们回到这个大洞里 我们来勾一个短针 好,这就是一个花瓣 这一个花瓣完成以后啊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再立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三个辫子针立好以后 绕线 从这个大洞里入针 勾过了一个长针 好 这个长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继续 一,二,三 第三个辫子 从三个辫子下方啊 紧下方这边 这两针入针 我们来勾一个引拔针 也就是 这个引拔针勾完呢 以后上面这就是一个 一个小狗牙 勾好以后继续 三个辫子 一,二,三 回到大洞里 勾一个短针 好,然后重复这个方法 我们再勾出了一个花瓣 好,这就是第三片的花瓣 完成了啊 继续咱勾第四片 一,二,三 三个辫子 绕线 回到大洞里 勾长针 好 这是第四片啊 第四片呢 咱们这个长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接着立十个辫子针啊 就不是三个辫子了 我们开始引出下一个花片啊 然后继续开始立十个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我们这个圈可以稍微的给它拉紧一点了啊 因为我们现在暂时是用不到这个圈的 所以稍微拉紧一点 好,稍微拉一下啊 就这样 这个,这是十个辫子立好以后啊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下方往上数 一,二,三,四,五 好,在第五个辫子这儿入针 我们勾一个引八针 好,这个引八针勾完以后呢 继续立即勾三个辫子 一,二,三 这个三个辫子勾好以后 我们开始从这儿数 一,二,三 从第三个辫子这儿入针啊 我们这个下边针 正好还有一个辫子针啊 第三个辫子这儿入针 我们勾一个引八针 好,看一下啊 这个引八针勾好以后 我们看一下方向啊 我们要来到这个辫子这儿来继续勾针 勾那个勾直啊 我们把这个转个方向 转个方向 好,转过来 转过来啊 不要翻面 转过来之后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位置入针 从这个辫子单侧入针 我们勾一个引八针 一针 下一个辫子继续入针 还是一个引八针 两针 再下一个辫子啊 看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入针 看好这个入针位置 继续入针 三针 好 接着我们来到这个狗牙 这个啊 来不是狗牙啊 来到上面这个大圆圈里 我们来勾一个短针 来勾一个短针 好 这个短针勾好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了 开始 下一个滑 下一片的滑瓣了 继继续立三个辫子 一二三 三辫子绕线 大动力入针 勾一个长针 好 长针勾完以后呢 继续 长针头上上面 一二三 长针上面勾狗牙 好 狗牙勾完以后 再三个长针 一二三 三个长针 回到这个圆圈里 大洞里啊 来勾一个短针 一个滑瓣 然后继续 一二三 绕线 回到大洞里 继续勾第二片滑瓣 好 然后继续 一二三 第二片滑瓣 头上的这个狗牙 勾过来 引拔 引拔完之后继续立 一二三 三个辫子 回到大洞里 勾一个短针 好 你看 我们现在啊 现在呢 这就是 我们这是 这个算一片 这算一片 两 一二三 勾三片的啊 这一个大洞里 勾三片的 我们还要继续 勾第四片 一二三 然后勾针绕线 回到这个大洞里 入针 勾一个长针 好 这个长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啊 还是 引出下一片啊 也就是继续勾十个 一二十 再重复一遍啊 十个辫子针勾好以后 从这个辫子针 第一针往上数 一二三四五 从第五针 入针 来勾引拔针 这个引拔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再立三个辫子 一二三 三个辫子勾好以后 我们从这一针数 一二三 第三个 这个位置入针 勾引拔 好 勾完引拔以后啊 我们把它这个位置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一侧开始啊 继续勾引拔 一 看好入针位置啊 二 都是条单侧辫子啊 引拔三次 好 引拔三次呢 回到这个上面 上头这个洞里 我们来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短针 然后继续立三个辫子 然后来勾花瓣啊 就重复这个第二片 这个方法 重复第二片的方法啊 咱们一共呢 按这个方法 咱们勾出来十二朵花啊 勾出来十二个小花片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这是四个叶 是一朵花啊 一共是十二朵花 咱们这个手劲就是 不是特别松的啊 十二朵花就够了 如果手劲特别特别松 十一朵花也可以啊 咱们根据自己的手劲来 适当调整 这就是咱们一个头围啊 一个头围的一个长度 接下来呢 咱们开始圈钩啊 你看咱们这不四个 四个小花叶吗 咱们这一个花上 要勾六个花叶 现在呢 继续咱们开始圈钩啊 圈钩你看 咱们这样给它摆平啊 摆好 让它朝一个方向 这花朝一个方向啊 然后咱们拿起第一朵花 在第一朵花 这个狗牙上 这个狗牙这里入针 然后咱们勾一个短针 好 这个短针勾完以后呢 咱们勾三个辫子 一 二 三 然后回到咱们这个啊 最后这个勾这个 这个那个 这个花朵上 继续来勾 花瓣啊 咱们开始勾 第五片 第五个花瓣和第六个花瓣 你看这是补齐 第四个花瓣啊 这三个辫子是补齐 第四个花瓣 然后继续 一二三 然后绕线 一个长针 长针上面一个狗牙 一二三 三针勾狗牙 引拔 然后继续 一二三 然后回到这个 大洞里勾短针 这就完成了一个花瓣 好 然后继续下一个花瓣啊 然后一二三 绕线 勾长针 好 长这个长针勾完以后 上面还是勾狗牙 一二三 回到这里 勾引拔 好 狗牙完成 再一 一二三 回到大洞里勾短针 这就完成了第二片花瓣 好 第二片花瓣完成了啊 你看咱们这一二三四五个了吗 第六个啊 继续 一二三 然后补齐第六花瓣啊 第六花瓣在这个 看在这边这个里边 在这个上头这个位置 这儿啊 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入针啊 一定看好这个位置 你看这不是像一个圆似的吗 咱们在圆上头这个位置入针 勾一个引拔针 好 这个引拔针勾完以后啊 咱们在 在这个位置 就是咱们最开始勾圆的时候 不是三个那个啥吗 三个辫子针吗 然后这不还有一针吗 一共是 在这儿啊 在这里还有一个 勾一个引拔针 勾两个引拔针啊 两个引拔针勾完以后 瞅这儿啊 看好 这一个引拔针勾完 好 然后 这个你看 咱们这个这个 当时这个辫子 三个三个辫子 在这儿勾引拔的是吗 咱们这下边还留一个引拔 留一个一个辫子针吗 这就是当初咱们留那个辫子针 在这里勾引再继续引拔一针 好 你看看好啊 看好这花粉正面 这花上都都朝正面朝一 朝一个方向啊 然后这就这就是吃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啊 这一个花瓣 六个花 一一朵花的六个瓣啊 完成了 然后继续就勾下一朵了啊 下一朵继续 一二三 然后 你看这不是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吗 这再补齐一个 不就是完成一个花瓣了吗 是不是 你看再一个锁 一个辫子针 带短针 这就补齐一个花瓣了 补齐一个花瓣呢 然后再这样啊 还是一二三锁针 然后一个长针 长针头上一个狗牙针 好 然后再一一二三锁针 回到大洞里勾短针 就是完成一花瓣 这就第二的话 第五片花瓣了啊 继续第六片 一二三 要线勾长针 好 长针完继续 一二三勾狗牙 好 狗牙完继续 一二三 回到大洞里勾短针 好 第六片完成 第六片完成以后呢 我们继续啊 一二三 把这边这一片 要给它补齐 你看到这个圆的 这个头上这啊 这是个关键点 在这里 这头上这块 这个位置数针 我们勾一个引拔 好 引拔针勾好以后呢 我们继续啊 那引拔针这边 再往前 这是一个变子针 在这块 这个变子针里边 我们再勾一个引拔 然后一二三 下一朵花 让勾短针好 就重复这一朵花的 这个勾法啊 我们把这身上的花 都给它补齐啊 让它每一个花上 都是六个花瓣啊 现在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六个花瓣 你看咱们这 这一往回勾 六花瓣都勾完了啊 看一下这个圈 已经是一个圈的了 没有扭啊 然后咱们就把这个断线 然后把这一针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呢 咱们穿上缝合针 给它进行一个缝合啊 你看穿完以后呢 咱们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辫子针这里 入针 咱们给它穿到反面去 就这样 咱们给它穿到反面 穿到反面呢 咱们就这个缝合呢 就是任意的啊 任意的在这个 把这个线藏在 把这个线头 藏在这个针圈里就行 藏完以后 给它剪断 用虎机烤一下啊 看一下啊 我们这连接完 线头也藏完了 这样一个头围的 这样一个圈就 勾好了啊 这样子 咱们可以放在头上 带一下试试啊 放在头上带一下试试 看合不合适 不合适 咱们还可以调整一下 是不是 勾好以后呢 我们开始勾这个第二层啊 勾这个第二层这个花 从这边看 勾第二层这个花了啊 第二层花 咱们可以连接一下 第二层花呢 咱们按之前 就是教大家的方法 先勾出一个花片 第二个花片呢 咱们再勾狗牙 这个位置停止啊 咱们开始连接 连接的时候呢 咱们找到这个 花片啊 找到花片 找到这个 不要找到 不连这俩脚 咱们连这个脚和这个脚啊 就是连这两个 这个洞大的这个脚 连两个花片啊 就是咱们这个 咱们找到任意一个花片啊 先找这侧 狗牙从反面啊 从反面入针 从反面入针 狗牙这个动力入针 咱们这个勾线啊 线线 线在这个勾针的这边啊 从口牙从口牙 这个动力入针 然后把线勾过来 然后我们勾一个短针 好 这个短针勾好以后呢 我们立三个辫子 一 二 三 这个三个辫子勾好以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大洞里 回到我们这个啊 回到我们奇针这大洞里 把这个勾个短针 这就第二片叶子完成了 好 接着继续啊 继续勾 一 二 三 然后绕线 勾长针 这是第三片叶子啊 第三片叶子 然后我们来到 下一个 下一朵花啊 在下一朵花这个 这片叶子上 入针 勾一个短针 好 然后 一 二 三 再回到我们这个大洞里 把这片叶子 给它补齐啊 一个短针 好 接下来我们勾第四片叶子 一 二 三 也就第四个花瓣啊 绕线 勾长针 好 这个长针针针完以后呢 我们还像第一 第一层花那样啊 再引出下一个花片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然后 一 二 三 四 五 在第五个里 勾引拔 然后 一 二 三 在第三个里 一 二 三 第三个里勾引拔 好 引拔完再回来 转回来 再继续 在这个片子里勾 引拔 一次 两次 三次 然后我们在这个大洞里继续 短针 然后开始勾滑瓣 一二三 绕线 勾长针 好 这个长针针完以后啊 我们来到下边这个了 花和这花 连它俩啊 然后这个是连这个 你看 就是这俩花瓣 连的是这俩大洞啊 然后呢 咱们这个花瓣呢 就连小洞 你看这花瓣呢 咱们就连这个 然后这个勾针在 现在这边啊 摆好位置 勾过来 勾短针 然后立辫子 一二三 然后再回到咱们这个洞里 回到这个洞里 把这个花瓣补齐啊 你看 一个短针 然后继续 一二三 绕线 下一个花瓣 你看这不是咱们这边算一个花瓣 一二三 这是第三个花瓣了吧 第三个花瓣咱连这边了啊 看这个 连这边这个了啊 你看连这个花瓣了 一定要看好 反正啊 摆好 要不然咱们变购完 变购完了 就是容易扭 看 给大家摆摆看看啊 看 是不是 你看这个 看 这个你看 现在这个叶子呢 我这个叶子 你看这个叶子是连的这个 这朵花 那这个 这个花瓣呢 就要连下一朵花啊 它们两中间是 这个位置是有空的啊 你看 这是你看 这个花和这个 这俩花是交错的 这个花在这俩花中间 下一花也是在这俩花中间啊 你看这个叶子开始就连这扁花瓣了啊 连这个花瓣 然后咱们这个 注意这个线啊 这个线是在针的这一头啊 咱们看好这个线的方向 要不然你勾的时候 不得劲 手会扭 你看拿起来 拿起来勾过 从这个狗牙这洞里穿过 然后勾断针 勾断针 那辫子 一二三 然后回到咱们这个 这个花瓣这个洞里啊 回到花瓣这个洞里 把这个花瓣补齐 你看 这不是已经三个花瓣了吗 然后继续 立一二三 绕线 勾长针 长针勾完之后呢 立十个辫子 一十 十个辫子 第四个花瓣 然后引出下一个 引出下一组的花瓣啊 咱们就按这个方法 就重复这个方法啊 你看这不是已经勾两组了吗 重复这个方法 再往下啊 就重复这一圈啊 往下这么勾 看一下啊 我们第二层花呢 我也勾到这了 勾到我们连接点了啊 你看 勾到连接点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 和这个啊 和这个第一个 这个花瓣 我们给它勾一个 短针 勾一个短针之后呢 我们还得往上 还得修像我们 第一行这样 还得补齐这两个啊 我们这么看 你看 这不是第一行的花瓣 第二行花瓣吗 第二行花瓣的话 我们还得再补齐 这不是已经 一二三四 有四个了吗 我们还得补齐俩 一共是六个 是不是啊 我们这六 上面这层俩 和咱们这个第一层 这俩的方法 是一样的啊 你看还是这样 这个 连接完了之后 继续 一二三 三个辫子 回到这个大洞里 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重复 勾两个花瓣 就重复咱们这个 第一层啊 第一层花瓣 这两个花瓣的这个勾法啊 咱们把这一圈 再给它完成 看一下啊 当我们这个 最后一个花瓣啊 也就是第六个花瓣 也就是这一圈中 最后一个了啊 然后咱们这个 一个长针勾完以后呢 咱们继续绕线啊 再勾一个长针 咱们就不是三个辫子了啊 再勾一个长针 好 这个长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勾五个辫子针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辫子针 和下一朵花的这个 和下一朵花头上 这个小狗牙 我们勾一个短针啊 在下一朵花头上 这个狗牙上 我们勾一个短针 这个短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勾四个辫子 一二 一二三 四 好 四个辫子在下一组 在下一个花瓣的头上 我们来勾 短针 好 接下来我们重复 五个短针 五个锁针啊 一二三四 五 五个锁针 在下一个花瓣的头上 这个狗牙里 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啊 然后花瓣和花瓣之间 那是四个辫子 一二三 四 四个辫子在下一个花瓣头上呢 来勾短针 就下一个这个狗牙上 勾短针啊 咱们看一下规律 咱们这个花瓣和花瓣之间 就是两个花朵之间 是五个辫子 然后花瓣头上是一个短针 然后这花瓣和花瓣之间呢 是四个辫子 一个短针啊 就重复 五锁针 一短 四锁一短 五锁一短 四锁一短啊 重复这个规律 咱们把这一圈勾完啊 咱们看一下啊 我用这一圈的辫子啊 把咱们这一圈都连接起来了 接下来呢 咱们开始勾第二圈啊 五个辫子上呢 咱们勾出来四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 好 勾好以后呢 我们用记号靠给它别上 这是我们这一圈的第一针 一 二 三 四 四个短针勾好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短针头上 再勾一个短针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啊 在这四个辫子上呢 我们勾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这三个短针勾好以后呢 我们还是在这个短针头上 再勾一个短针 好 接下来我们这是 四个短针 加上这个短针头上一个五个 再加上这里边这是三个 是八个 再加上这一个九个啊 接下来我们就重复这个九个短针的勾法啊 把这一圈都勾上短针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一圈短针呢 勾到最后一针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圈啊 第二圈的方法 这个我们开始 来先勾到 勾四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四个辫子针啊 我们在这个第一个辫子针上 还是做个记号 四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在下一个这个 就是正对着的这个短针头上啊 就是 我们正对着这个 这个花瓣头上这个短针 然后来勾一个短针 然后继续 一 二 三 四 然后也是 花瓣头上这个短针 正对着花瓣头上这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个短针 好 接下来重复啊 一 二 二 三 四 我们在花瓣头上的这个短针啊 来勾短针 每一个 每一个短针都是在花瓣头上这个短针 这个位置 正对着这个短针啊 对着的这个短针啊 这位置来勾短针 咱们这一圈呢 就重复四个短 四个锁针 一个短针 四个锁针 一个短针啊 重复这一 这个方法 然后把这一圈勾完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一圈 这个四个锁针 一个短针 这个方法呢 咱们也勾完了 接下来下一圈啊 下一圈呢 我们就开始勾 这个勾一圈狗牙了啊 就是我们 这个花样的 这个部分 也就是 咱们冒上面最后一圈了啊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辫子 这里面呢 先勾三个短针 一 接好后再给它扣上啊 这坏了 不扣了吧 记住就行啊 二 三 三个短针勾好后 以后我们立一个辫子 然后回到我们后边啊 你看这是一个变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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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辫子针 两个辫子针啊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针目 两个针目 回到倒数 第二个这个针目里 入针 我们来 我们来勾一个 我们来勾一个短针 好 这个短针勾以后呢 我们再勾一个 短针 好了 这样呢 这是这是一个小的 一个小的狗牙 就完成了啊 我们下一组啊 再重复一遍 先连续勾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三个短针勾好以后呢 立一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倒回来啊 倒数第二针 这个里面 我们来入针 勾短针 好 这个短针勾完以后呢 再往前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咱们这一圈 就重复这四针啊 就是在这个大洞里 重复这四针 每一个这个洞里面 重复这四针的勾法 每一个这个洞里 重复这四针的勾法啊 咱们这一圈呢 就按这个 重复这四针的勾法 把这一圈完成 看一下啊 咱们这一圈的狗牙 勾完以后呢 咱们把这个线拽出来 咱们给它进行一个 五缝的缝合啊 咱们这个帽顶 上面这一段呢 咱们就完成了 在这个 你看 这是一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 这个位置 穿进去 穿进去 然后回到咱们这个 这根线啊 就回到这根 回到这根线入针的位置 出针的位置啊 然后咱们给它 这样 穿两条线 穿到反面 然后线拉紧 看 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无缝的缝合 就完成了啊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 多余的线呢 藏在反面 藏在反面的时候呢 就是任意的啊 任意的就是找 找个这个 这个位置 任意的藏就可以了 看一下啊 咱们就是这个花片 勾完以后呢 咱们的花片 和花片之前连接呢 就是四个锁针 然后一个短针啊 短针是连接到 这花片 上面这个狗牙针上 四个短针 四个锁针 一个短针 四个锁针一个短针啊 就重复这个方法 把这个花片 第一圈这么连接上啊 因为这一片 这一段呢 我那个忘录了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和咱们这个方法 连接方法都一样啊 就是按这个帽顶 这个连接方法 四个锁针连接 花片上的一个 一个狗牙 一个短针 四个锁针一个短针啊 然后咱们这个 四个锁针一个短针 正好是五针嘛 然后这一圈 就重复十针的勾法 把这一圈连接起来啊 看一下啊 接着咱们这一圈啊 来勾短针 咱们这个四个辫子上呢 咱们对应着勾四个短针啊 一 二 三 四 然后咱们短针头上 对应着勾出了一个短针 接下来咱们就重复这个勾法啊 四个辫子对应勾四个短针 短针头上勾一个短针啊 就重复这个勾法 把这一圈勾成一圈短针 我们第一圈短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又勾了两圈 不加不减的短针 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从这一圈开始 也就是 一二三 这是第四圈短针了啊 第四圈短针呢 我们开始勾隔四加一啊 这一圈我们用记号扣做上 把第一针啊 第一针先用记号扣给它做上 先勾一个短针 我们勾短针的时候啊 每一圈呢都不需要引拔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勾就可以了 好 第一针勾完以后呢 用记号扣做上记号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一圈勾隔四加一啊 也就是一对一的 我们先勾出四个短针 二 三 四 四个短针勾好呢 我们在第五个针目里 勾出了两个短针 这就是在第五个针目里呢 加上一针 接下来呢 我们就重复啊 隔四针加一针 隔四针加一针啊 重复隔四加一 把这一圈完成 看一下啊 我们隔四加一勾完以后呢 我又勾了三行不加不减针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一行开始勾隔五加一啊 隔五加一的方法呢 就是先一对一的勾五个短针 就是勾完一个了 继续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五个短针勾好以后呢 咱们在第六个针目里 勾出了两个短针 这就是隔五加一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重复 一对一的勾五个短针 在第六个针目里勾出两个短针 重复这个勾法 把这一圈完成 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勾三圈不加不减针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茂严的规律呢 就是从 隔四加一开始勾完了以后 勾三圈不加不减针 然后勾隔五加一 隔五加一勾完了以后 也是三圈不加不减针 勾隔六加一啊 咱们就依此类推 每加一次针呢 就勾三圈不加不减针 每加一次针勾三圈不加针 三圈不加不减针啊 勾到咱们所需要的这个 你想要茂严大点呢 咱们就多勾几圈 想要茂严小点就少勾几圈啊 根据自己喜欢的茂严大小 继续往下就按照这个规律 继续往下勾之就行 我一共勾了 从咱们这个颈边就开始数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一共勾了十八圈啊 我感觉这个茂严呢 就很大了就够用了 接下来咱们就是最后一圈 一个收边啊 最后一圈怎么勾到头以后呢 往前勾一针引拔针 好这个引拔针够好以后 我们拉紧 然后我们勾一个起立针 接下来呢我们往后啊 我们要勾一圈倒勾短针 然后作为咱们的这个边啊 这样方便会更挺势 往后啊 朝后边这一针入针 勾过来一针 然后我们来勾短针 好 然后每次都是在后边这一针啊 往后倒着勾 就是倒着勾短针 就是从后边这个针目里入针 就这样倒着啊 就重复这个方法 咱们把这一圈就这样勾完就行啊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一圈在大勾 倒过短针勾过来以后呢 我们勾到最后一针了 然后我们在第一针这个位置 我们再给它来一针 再勾一针 好 勾完以后呢 我们留一个线头断线 把线拉出来 好 拉出来之后呢 我们穿上方缩针 好 我们看 从这个位置 往过来 然后我们再给它绕到后面 绕到后面呢 然后我们这个线头呢 就是任意的啊 任意的藏在反面就可以了 一个目不应该 出名 疼 啤 啤 啤